前七六行者遺體修復團隊召集人 陳修將涉嫌殺害女友 三年前曾現身彰化地院 嘴上喊著依法兩個字 沒想到判刑定驗後 人卻落跑了 時間回到2021年7月15號 當時陳修將抱著奄奄一息的女友 出現在醫院急診室 他謊稱女友摔倒受傷 但對方手腳有大片 瘀青和傷痕 檢警一追問 才揭開一起命案 法官審理後 今年四月陳修將被依殺害致死罪 判十年十個月定驗 原定在五月三十一號要報道執行 但他未到案 檢方六月四號發出駒票 一直到日十四號都找不到人 法院七月二十九號 裁定沒收保證金 檢察官也將發布通緝令 判決定驗卻搞人間蒸發陳修將敢做不敢當的行為 簡直是毫無悔悟 三地新聞彰化綜合報導